我是一個很笨的人 是 因為我對人才 尤其特別對人才的訓練 非常重視 所以換句話說 我在做的事情的時候 可能沒有馬上想說 我投資這個錢 馬上是不是就可以賺到很多的錢 因為他有很多訓練的過程 不講究快錢 對 所以這個就是在 以臺灣的社會來講 我是一個很笨的人 那第二個呢 我很笨的人 也是跟人才訓練 就是我投資了很多的錢 讓臺灣學電子電機的學生 都能夠參加望鴻所舉辦的驚喜獎 我有自己的心思風格 聽說你不應酬 對對 我是不應酬的 我到為止 幾乎沒有跟我的Vender 吃過一頓飯 是喔 你要貢獻那麼大 沒有 不需要 因為只要只要好好的談 我們同事好好談不需要 是不是 是 以前早期的時候 我我做總經理的時候 確實有跟客戶談 Vender談 但是談完以後 就在辦公室談完就結束了 就結束了 我就不會有其他的活動 所以從很多人眼光來看 我是一個很怪的人 這個是這個富比斯雜誌全世界最有名的雜誌之一 當時封面故事就是介紹吳敏球 吳董事長 那麼這個特別講到說吳董事長跟其他的創業家翻轉了臺灣 變成了東方的矽骨 然後讓臺灣這個小島變得有錢 又變得強而有力 特別是在亞洲在經濟困頓的時候 這個不容易 Silicon Island 臺灣變成矽骨子島 那這個是美國的商業週刊 當時也評選了亞洲的五十位 這個科技的巨星 那其中吳董事長就在這邊 那換句話說他是引起國際的重視的 那麼幫臺灣打下這樣的基礎 那董事長這個他的這個書 有人說他叫孤英 那這個孤英是因為董事長 他形勢的風格是非常獨特 那這個獨特我們要先請董事長 他今天想要寫幾個這個書法 毛筆字 那顯示他這個人這個獨特的風格 董事長我們先請好不好 好 謝謝 不錯 董事長 昌盡有力 太有意思了 太有意思了來來來來來 董事長我們來這邊說明一下 是是是 好這是董事長啊 剛剛他這個啊 親自揮豪喔 寫的三個字 叫笨且怪 字寫得很好 但是為什麼寫這兩個字 呃第一個 講笨是這樣 呃我想我做了很多的事情 對 可能聰明人不太願意做的事情 所以因此呢 我只能只能講說我是一個很笨的人 是 因為我對人才 我尤其特別對人才的訓練 非常重視 所以換句話說 我在做的事情的時候呢 可能沒有馬上想說 欸我投資這個錢 馬上是不是就可以賺到很多的錢 哦 因為他有很多訓練的過程 不講究快錢 對 所以這個就是在 以台灣的社會來講 我是一個很笨的人 那第二個呢 我很笨的人 也是跟人才訓練 就是我投資了很多的錢 讓台灣學電子電機的學生 都能夠參加望紅所舉辦的驚喜獎 學生模擬行動不便的長者 起身離床 床頭的熱影像感應器 立刻傳送到伺服器 同時啟動牆上的監視鏡頭 仔細看 原本用紅點蓋住的鏡頭 因為長者離床而開啟 這套結合擴增實鏡 熱影像 離床警示系統 護理人員可以戴著AR眼鏡 及時掌握病房內的狀況 因為台灣的負病也很嚴重 所以我們要讓一個人 他被從事照顧很多床的老人的情況下 他可以來去遠端的確認說 這個老人他有沒有需要協助 還有這個像是台燈的裝置 裡頭有紅光與紅外光 手伸進去照射 光線可穿透皮膚 取得皮下組織血氧濃度分析 進而取得患者傷口的癒合程度 糖尿病病患 他們會有比較嚴重的慢性傷口 那這些慢性傷口 它跟一般傷口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於說 它好的時間會比較慢 然後從這個之中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判斷說 它現在這個傷口區域或皮膚這個區域 它的一個癒合的狀況 或者是它一個血液循環的狀況是如何的 兩項醫材開發 不但是學生群測群力的心血結晶 也獲得吳敏球設立的精細獎 鑽石大賞與勇神殊榮 事實上 2000年設立 針對大專院校的望童精細獎 於2002年 針對高中生所舉辦的望童科學獎 已經是學生發揮自我價值的舞台 在一個高中的階段 就能夠激發學生對科學研究 對創新的一個想法的一個重視 所以都是為了將來培育以後有用的 不管在產業或是在科學研究上有用的人才 我們可以看見它就成為下一個階段 許許多多創新機會 或者是創新企業的源頭 那我們需要源源不斷的這些源頭 才使能企業可以不斷擴展 或者我們的社會的發展能夠不斷地被豐富 我覺得它是很大很大的意義 人才是國家之根本 研發半導體出身的吳敏球 比誰都了解這個硬道理 不只創辦科學獎項鼓勵學生 也砸了4.2億元 給母校成功大學打造一座望虹館 與敏球智慧運算學院 清水魔建築外觀簡約 內部則打造寬廣通透的公共空間 如同共享辦公室 學生可自意隨處討論 在這個大數據爆炸的時代 透過運算讓人們更能掌握時代脈動 我們知道很多的校友的捐贈 一般來說對母系的情感最深 那母系的師長或者是學弟妹 也會期待這些捐贈 直接限制或規定在一個系統 非常非常的強調跟堅持說 這個基地必須要為 所有不同背景的領域的同學 來共享來互相激發出新的認識 來產生真正跨域的可能 跨域的概念 從一樓的國際會議廳就能展現 平常是重要人士的演講場所 但將背板一塊塊拆卸下來 它又能成為360度的實驗劇場 文明球知道打造硬體 還得搭配軟體 培育人才 新時代有新做法 看見的地方是我們越來越迫切的需要 有系統整合能力 有跨域思考判斷 最後還能夠誠實的堅守創新的精神 並且以更高的服務公共利益 為出發點的價值思考 來衍生的這個新創事業 個人非常敬佩他有這樣子的遠見 因為是培養學生 有他靈活思考能力 也培養學生把一件他的研究工作 能夠做得出來 創新研發尋找優秀人才 不只為自己的公司 而是為台灣而做 這是無命求始終不變的初衷 那這個董事長你剛剛講到說 你笨就是不追求短的錢 那這個怪呢 我想這個就跟我的個性有關了 因為我也不會去參加很多的活動 我有自己的行事風格 聽說你不應酬 對對我是不應酬的 我到以為止幾乎沒有跟我的vendor 吃過一頓飯 是喔 人家貢獻那麼大 沒有 不需要 因為只要只要好好的談 我們同事好好談不需要 是不是 以前早期的時候 我我做總經理的時候 確實有跟客戶談 vendor談 但是談完以後就在辦公室 談完就結束了 就結束了 我就不會有其他的活動 所以從很多人眼光來看 我是一個很怪的人 聽說你自己開車啊 對 董事長有自己的坐車有司機吧 對啊 沒有我是自己開車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開車對我來講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因為我以前比較會暈車 所以暈車的時候 在車裡面其實並不舒服 是 所以我比較習慣自己開車 就不會暈車 那對我的身體健康情情應該有幫助 可是董事長坐在坐車後面 歐頭啊車對不對 你可以打打電話啊 這個看看資料啊 我講一個笑話 有一次我到總統府去 對我自己開車進去 然後呢進去的時候跟警衛 大概要先打個招呼嘛 我是來總統府的 結果我把窗戶拿下來的時候 你就看到警衛就往後看 就往後一看是空位 沒人 他說 他說沒有說 司機您在的是誰啊 董事長七十幾歲了 有想到退休嗎 目前沒有 因為我覺得人不做事其實是老得快 那如果說我的頭腦還很清楚 我的體力還夠的話 為什麼不去享受做事呢 做事不見得是一個累贅啊 他可能是一個非常享受的事情 這個今天邀請到這個吳明球董事長 其實他講笨 我想應該是一種堅持 折散固執啦 那麼大部分人都追求很短期的錢啊 短期就要快速這個致富 但是他不追求這個 第二個是他怪 他就是他堅持他應該把生命 應該把時間留下來做研發 應該這樣講 然後你自己樂在其中 是的 那真的是很特別的人 是的 是是是 那這個今天也才知道說 吳董事長在台灣半導體 當時的貢獻到現在打下的基礎 都有他的一份心力 真是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主持人